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博雅汉语终极冲刺篇 一 李小琪主编 赵延峰编著 第十二课 课文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从宏观上来看 希腊文化延续发展为西方文化 欧美都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 而中国文化 印度文化 阿拉伯 伊斯兰文化 构成了东方文化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是互相学习的 但是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可能有一方占主导地位 从目前情况来看 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 但从历史上来看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的关系是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因为文化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诞生 成长 兴盛 衰落的过程 东方文化到了衰落的阶段 西方文化就会代之而起 而当西方文化面临危机时 代之而起的必是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以来已经兴盛了几百年 把世界生产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 但它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 也绝不是永世长存的 迟早也会衰落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 西方的有些学者已经看出这种衰落的端倪 预言 当时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也会没落 事实上 在今天 西方文化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 具体表现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 出现了很多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 比如 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全球气温变暖 淡水资源匮乏 森林被过度砍伐 江河湖海受到污染 动植物种不断灭绝 新疾病频繁出现等等 所有这些都威胁着人类的发展 甚至生存 西方文化产生这些端倪的原因 在于其基本思维模式 简而言之 我认为 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 它照顾到了事物的整体 有全局观念 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是典型的东方思想 而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 它抓住一个东西 特别是物质的东西 不断地分析下去 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 可是往往忽视了整体联系 比方说 在医学上 西医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完全把人体分割开来 用一个成语来说就是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而中医则往往是 头痛至脚 脚痛至头 把人体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既见树木 又见森林 二者的差异显而易见 不仅在医学上 这个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 再比如 在社会发展上 东方哲学主张天人合一 西方则提倡征服自然 对大自然穷追猛打 从表面上来看 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成功的 大自然被迫满足了 人类物质生活的需求 日子越过越红火 但是久而久之 却产生了以上种种危机人类生存的弊端 有的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些弊端 比如环境污染 只有发展科学 发展技术 发展经济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为了保护环境不能抑制科学 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但是处理这个问题时 脑子里必须先有一个指导思想 那就是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 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 就应当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 牢记过去惨痛的教训 千方百计 尽最大的努力 对避害加以抑制 绝不能只是高喊发展 发展 发展 梦想有一天 科学会自己找到办法 来解决发展所带来的弊端 否则 恐怕迟早有一天 我们会发现 这些弊端已经无法控制 这样一来 我们人类的前途就危险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我认为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二十一世纪 应该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 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 当然 取代并不意味着消灭 准确地说 应该是在过去几百年来 西方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上 用东方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方式 把人类文化的发展 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也可以称为 东西文化互补论 生词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宏观 宏观 范畔 范畴 范畴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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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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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成不变 一成不变 诞生 诞生 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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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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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之而起 代之而起 面临 面临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 生产力 生产力 空前 空前 永世长存 永世长存 端倪 端倪 预言 预言 如日中天 如日中天 没落 没落 呈现 呈现 强弩之末 强弩之末 威胁 威胁 弊端 弊端 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 淡水 淡水 溃乏 溃乏 砍乏 砍乏 物种 物种 灭绝 灭绝 频繁 频繁 模式 模式 简而言之 简而言之 全局 全局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典型 典型 物质 物质 极其 极其 细微 细微 忽视 忽视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差异 差异 显而易见 显而易见 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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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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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服 征服 穷追猛打 穷追猛打 红火 红火 危急 危急 意志 意志 处理 处理 惨痛 惨痛 千方百计 千方百计 加以 加以 消灭 消灭 互补 互补 专名 希腊 希腊 印度 印度 阿拉伯 阿拉伯 伊斯兰 伊斯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